全国高科技公司雇员抵制移民骨肉分离政策 一些高科技公司的雇员 敦促管理层基于道德标准 审视与联邦政府的伙伴关系 尤其与海关及移民执行主Ice的合作 科技咨询网站TechRepublic的记者称 Microsoft、Google、Amazon等机构的行政总裁都表示 对孩子和父母遭到强行分离感到三岁 微远Microsoft和移民及海关执行主 有处理云端电脑资料的合约 不过该公司就强调并没有与政府携手进行 将子女和父母分离的项目 单仍有雇员对合约有所抗议 纽约时报报道 有超过100名Microsoft雇员透过内部通讯 要求总裁Satia Nadella站在道德立场 平均和移民及海关执行主合作 而Google方面有报道称该机构在雇员反对之后 并不再和联邦国防部逐约签订一个 名为Project Maven 人工智能实验计划的项目 据称有超过3000名Google员工 在4月份签名 预求公司停止为国防部工作 而上星期有报道指 Amazon的股员 曾经写信给行政长才Jeff Bezos 关注这个网络靠密龙头公司的面貌浅面秘术 国土安全部会如何运用 这些员工指联邦政府对难民及移民政策越来越不人道 天下卫视记者 雷权感报到